美国、英国、法国联手出击 在我国时间昨天早上9点 一连发射105个导弹 要摧毁叙利亚境内的化5设施 联军锁定的三大目标 分别是研发中心、化5存放区 以及化5碉堡 行动后五角大楼马上公告天下 空袭行动非常成功 所发射的上百个导弹 都精准地击中目标 换句话说 英美法这么一出手 叙利亚的化5设划和设备 受到重重一击 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在记者会表明 联军击中所有目标 三国联合行动非常成功 不过在场的记者质疑 单靠一场军事行动 就断定西方国家已经击溃 阿萨德政府使用化5的野心 似乎还引致过早 其实在行动结束后 大马市隔多栋建筑物复制一具 部分建筑物在多个小时后 还不断冒烟 从卫星影像供应商发布的 事发前后照片清楚看见 遭阳地区的大规模范围 已经焦灰一片 甚至还冒着滚滚白烟 不过对于攻击事件 当地的高分子科学研究部中心 发言人却说 只有小规模范围遭到摧毁 影响不大 西方三国高调攻打叙利亚 身为好友 俄罗斯随即在联合国发布 谴责打击叙利亚的决议草案 不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黑利当场警告 如果叙利亚继续使用化学武器 西方国家可能会再次发动导弹袭击 西方国家可能会再次发动导弹袭击叙利亚